奧運馬術測試賽今天舉行首日的盛裝舞步賽事 賽事分國際組和本地組 國際組共有16位騎手和馬匹參加 而本地組就有19位騎手和馬匹參與 騎手和馬匹要在指定範圍內做出一系列指定動作 歷時4至5分鐘 三位評判按動作的準確性 流暢度、協調性等因素評分 雖然今天天氣欠佳 烏雲密布和不時下絕雨 不過仍然吸引到約1100名觀眾入場 國際組的賽事最終由德國選手舒拉達奪得冠軍 而本地組就由呂騎師和遠因火拍馬匹超級飛彈幕勝 大會在明天將會轉移至上水湘魚河的場地舉行越野賽 加上水湘魚河的復年